你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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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是你 赵导演 营长 咱们红军啊 取得了反卫奖的胜利 独立营业立下了战功 这群众们哪都大受鼓舞 你看看 这都是乡亲们自发的 我们红军 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 在战场上流血牺牲 乡亲们都看在眼里了 都不知道该给你们什么好了 来 快收下吧 那我们可就收下了啊 这样系头大姐 带着乡亲们 我们到那边去休息 好 来 乡亲们咱们过去了 乡亲们 来 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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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去吧 辛苦了啊 冯卫苏 少爷 罗叔啊 这什么皇帝了 现在不能叫少爷了 得叫营长啊 营长 来 那不多签吗 哪儿啊 我真是 小哥 我说你脸红了吗 谁脸红了 你说啥呢 你不是喜欢人家啊 我什么时候喜欢人家 我脸就是红了你 你想什么你 你想什么你 你那头猪去哪儿了 你说我 你那头猪啊 大猪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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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头叔啊 哎 你不是发财去了吗 这怎么又回来了 小王 奶壶不开 低了奶壶 啊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我现在啊 要求进步 现在苏维埃 缺人手 我这不 跟西斗主席 打下手呢 帮忙呢 刚才这些人啊 都是为挨家挨户 去把他们找来的 辛苦了 辛苦了 还不把驼背 说的东西接过来 哎 不用不用 讲了 不用 哎 我们走吧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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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北叔 哎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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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老庄 你自己小心点啊 老庄回来了 哎 少爷 我当时后点暴动的时候 我就是我们这个队伍的人呢 你们得让我归队啊 得归队了 那得营长同意才行啊 周杀人 我是不是还欠你的道歉啊 我那种过去的事 咱就别提他 哎 各位多多体谅 这次我们独立营 打了胜仗回来 说实话 我心里面可高兴了 可是乡亲们 说我是独立营的逃兵 像躲温神一样躲着我 我看你们走在大街上那风光 我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我想了一个晚上 我要归队 你们都会不要我了吧 要不然给他个机会啊 我想想啊 我们独立营现在好像缺一个后勤负责人 我觉得金银算盘肯定能把我们吃喝拉撒睡 打算得很好 是不是 哎呀 你还不赶紧谢谢营长 我跟你说哎 他行的 有这儿抠门的金算盘给他管后勤 咱肯定饿不着 快 不是 我我 我还当官了 就是这后勤全给我管呗 那我去工作了 我 这 哎哎哎哎 哎 谢谢营长 谢谢大伙不计前嫌 那我就工作了啊 把账工去庆祝喽 是是是 是想急的 听我说啊 把鸡蛋还有吃的东西往这边放 把米和草鞋往这边放 听明白了吗 好来把鸡蛋往这边拿往这边拿 然后每一家呢去登记告诉我 图书你们都送了什么东西 哎 同志们 我们要趁着西斗大姐和乡亲们 给我们送来的春风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 能唱的得唱两句 能说的可得说两句 把这个祝节大会给他搞得热热闹闹的 好不好 好 你怎么会怎么想啊 营长 赵总员 一会儿 我想发别 你 你就别发言了吧 谁到时候说不好 又给我们惹麻烦 我觉得他这个想法挺好的 他妈拦着他 好什么呀 他那些救习器信口开河 万一说错怎么办 都是自己人怕着呢 说对了 大伙给你鼓掌 说错了 大伙给你斗上 一会儿看你的了 好 跟人 好 红军打了大胜仗 活桌前线总指挥张辉蛋 我们太高兴了 你看 这一个个红军战士 一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大家说 是不是啊 是 啊 鸿鱼 啊 啊 你啊 啊 produce 你很大 啊 啊 中将领域成天兵 这下 好 好 红军真如神 忽然天降临 空有十万军 化作一锅盾 中将总指挥 束手就背起 哎呦喂 我的娘 一定难保命 好 好 姐妹 你也唱一个吧 哎 红军哥 你等一下 红军哥 你唱得太好听了 我想跟你一起唱 不行不行 我就是瞎唱 我们大家伙都想听你唱 哎 小哥 你必须要唱啊 你要不唱 你得后悔一辈子 是不是 对 孙大哥 孙大哥哥 你这下起什么火 哎呀 吕小格呀 吕小格 咱大伙都知道 锦妹子 是咱们十里八乡的小格仙 对不对 对 人家请你唱个歌 你还默默唧唧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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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去你有来 我们对着唱 但是我要唱得不好 你别怪我 我来 我来 来一个 知道 我爱唱歌 我爱打仗 我打过的仗 最牛的一次 就是跟大家一起参加的这次 反围剿战斗 我们三万 队地十万 并且全间的一个半师 还抓了前线总指挥 张辉赞 大家可能没有概念 以后我们打一辈子的仗 可能都抓不到 像这么大级别的官 那是将军了 这些天有些问题 我一直都想不明白 我想就我们这么几个人 天天的就是来回跑 怎么就能把这个仗打赢呢 我们红军的队伍和其他的军队 有很多不一样 刚才我就突然想明白了 最不一样的就是 我们的队伍 一个脑袋只会打仗 还真是不分嫡系和庞系 不像我们以前的旧军队 从军到师到团到营 甚至到联 一打仗 就想着保存自己的实力 让别人去死 这样的军队 怎么可能能打赢我们呢 跟着红军的队伍干 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 说得好 全体起来 您来了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啊 不说一声就不能来吗 不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求之不得呢 西东主席 你也在啊 好啊 好啊 君明同乐呀 苏华说赶上不如撞上 既然撞上了 我就要给你们带来一个喜上加喜 乔名同志就 好 大家顾上 同志们 在这一次反围剿的战役中 我们地方武装 最受上级表扬的是什么 那就是 包括独立营在内的 所有作战单位 在执行上级命令时 表现得非常坚决 这就是这一次 反围剿战役能取得全胜的 根本保证 我还要对唐教官说的话 做一个补充 那就是我们这支队伍 是经过红四军 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 政治 军事 整训国的队伍 大家都明确了一点 那就是枪杆子 绝对听从党的指挥 我们独立营就做到了这一点 这对一支 刚刚组建不久的地方武装来说 相当的不容易啊 我要代表特委 向全体纸战员 表示热烈地祝贺 我们这支队伍 是从后天暴斗开始发展起来的 特别是 古田那次会议以后 迅速地成长 现在 不光是后天的 上行的 就连 永定中队 长亭小队 都已经冲入这支队伍 这支队伍 还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 不断地壮大 刚才我说了 要给大家带来喜上加喜 但这件喜事 不应该由我来宣布 下面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红一方面军 师首长 金山雲同志 尚且简化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晋三运 红十二军 第三十六师 政治部副主任 向首长敬礼 立命 首长好 我是独立营教导员 李化成 独立营长 沈天佑 好 论列 顺 我代表 红十二军 三十六师师首长 向右统专门宣布 红十二军 政治部和 福建审委 沈军区 共同做了一项决定 此决定 苏区独立营 归边于 红十二军 第三十六师 并同时升格为 独立团建制 任命李化成 为政治委员 是 陈天佑 为团长 是 你们这支部队 故事很多啊 连总前委书记 毛泽东同志 都知道你们啊 总前委对你们 基于厚望 归边后 我第三十六师 是如虎添翼啊 我代表师首长 欢迎你们 归边入列 谢谢 我的任命书 还没念完 接下来任命 吕震同志为 独立团 政治主主任 独立团政治处主任 吕震 向政委团长报道 吕震 咱俩还没握个手呢吧 我握个手 玩啊 你等会儿 哥 你抽什么疯啊 别叫我哥 你当了红军团团长 就六亲不认了 行 你们兄妹俩先聊 回头咱们再一块儿聊聊工作 郑伟 郑大小姐不是回来了吗 我得去看看她 这儿没什么郑大小姐 对对 吕主任 我得去看看她 我都被轰出来了 你见得着吗 为什么呀 人家兄妹在一块儿 不得抱头痛哭一场 说老实话 你怎么来的 上级任命来的 不可能 上级已经宣布了我的职务了 你不会反对吧 别在这儿跟我装 怎么可能那么巧的事 上级就让你到 我跟她的部队来当 争承受主任 就是这么巧 组织任命我来这个团 我就来了 不是我自己选的 作严 作下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冲着她来的 谁啊 又装傻 你自己忘了 十六七那年 你跟你爹娘翻脸 跟她有关系吧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你可别给我死灰复燃 那我记得当年 是我娘妃逼着我 嫁给县警察局长的儿子 我才赌气说的 宁愿嫁给小长公 也不进那个丑八怪的家门 你还当真了 那她逃出去了 你不紧接着也离着家吗 她是她 我是我 我又没有跟她一起约好出走的 我都不紧接着 只不过时间上凑巧而已嘛 哥 别叫我哥 叫我团长 陈天佑 没大没小的 我是你哥 是你团长不像首长 哥不像兄长的 咱俩好歹也四五年没有见了吧 你作为一个团长 没有对于我这个新来的 政治处主任 表示一下欢迎也就算了 作为兄长 你都没有问问我 这些年怎么过的 还好意思说我没大没小 我这不是在问吗 但你没跟我说实话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 我来独立团也没那么凑巧 是我主动向上级要求的 藏不住了吧你 你不还是因为她吗 我根本没想藏 我也不是冲着别人来的 我来到独立团 是因为这里 有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滴血亲人 我的表哥 俗话说 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我就想和我哥并肩战斗 这个理由还不充分吗 这句说得还算受用 你呀 从小就这样 在我面前总把自己当太阳 把别人当月亮 就没认过输 有礼的时候 得礼不让 没礼的时候 就知道酷鼻子装委屈 那还不是因为小时候你这个当哥的把我冠成这样的 其实这些年 我出生入死已经历练一番了 长大了 你知道这些年大城市充斥了那么多白色恐怖 我为你担多少行吗 这才像是一个当哥的该说的话 我回来后 最让我兴奋地睡不着觉的 就是我看到你 当了独立营的营长 我们的家族又多了一个明白人 却也有了一个和我同行的亲人 我再也不会感到孤单了 你别拿我当挡箭牌 你到独立营来不可能只是因为我 哥 我加入组织的时候宣过誓 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我们现在正在走在流血牺牲的路上 我也不像是十六七岁那么幼稚可笑了 对我来说 这里没有过去的小长工 只有现在的正伟 我是来给他当助手的 好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这一回 跟哥说说 你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关于我的事 以后有时间再说吧 我现在请求马上开会 先说你的事开什么会啊 先说说 你可能还不太了解 一个政治处主任的职责 可是我希望尽快进入工作状态 先说你的事 给我严肃点 李主任 客气话咱就不多说了 欢迎词咱也不讲了 独立营升格为独立团 如果仅仅停留在编制上的升格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认为最关键的 是咱们这个核心心往一块儿抢 把这支部队 在思想和政治上提升一大价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带领这支部队 无往而不胜 你就说我怎么做 我想听听 吕珍同志的想法 郑伟 你是想给我个下马威呢 还是想考察考察 我够不够当独立团 政治处主任的资格呢 不是不是 我真的想听听您的想法 好 既然你点了名 那我也愿意说说我的想法 好 请说 我来独立团任职之前 施首长找我谈过话 蒋介石已经在调兵潜将 准备开始对苏区 发动第二次大规模的进攻 从三克龙岩到三省会角 再到反围角 我们已经跟他们交过很多次手了 把他们摸都透透了 再来也就是老高爷一贴的事 你这么看我干什么 我说的是事实 不信你们话成 团长的想法 在我们的队伍里 不算是少数吧 绝对是多数 所以也可以说是绝对的真理 有时候真理会在少数人这一边 而且在我看来 这恰恰是现在最危险的思想苗头 你别一来就能大话吓唬人 我觉得 吕主任这个不算是大话吓唬人 您接着说 随着土地革命 苏区形势的进展 和苏区地盘的扩大 国民党统治者剿灭我党的决心 和行动也越来越疯狂 苏区的形势也势必会越来越严峻 如果只打了几场胜仗 我们的指战员就会以为 敌我力量不过如此的话 那我们对未来的困难 就会缺乏认识和思想准备 我跟你说啊 你这话在这屋说着就得了 可别让外面人给听见了 我们这队伍刚打了胜仗 欢欣鼓舞着呢 你这一来这冷水浇谁呢 你这叫扫兴 我认为这盆冷水浇得很及时 您接受说 你们这一唱一喝的 行 我离开 你们唱双簧吧 陈天佑 陈天佑 什么态度 什么什么态度 李正同志说得不对吗 反正人家说的话 句句我都听进去了 毛委员一再强调 政治思想工作是咱们红军的法宝 原先我这个政委做得不到位 政治思想工作 成了我们这个独立团的短板 现在人家吕主任来了 把我这块短板补上了 你听听人家这个形势分析 哪说错了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说什么 我当然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他干什么 吕主任 您接着说 革命从来不是一路欢歌 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是碧露蓝缕的流血牺牲 所以我们才要时刻提醒指战员们 意识到斗争形势的严酷性 才能够激发指战员的斗志 才能够在任何困难面前 都挺得住腰杆 这次部队确实经历过政治 还有军事的整训 但是我认为 距离古田开的那个会的决议精神 那差得还是太远了 大大小小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着 就像吕主任说的 咱们这支部队 在顺境里头还算及格 但是一旦到了决心 那是个什么样 还真是不好说 我们的导师列宁同志说过 堡垒罪意从内部攻破 我认为组织机体是否健康纯洁 和指战员的信仰是否坚定 才是决定我们的红旗 能够打多久的关键 信仰这个东西是放在心里的 用眼睛是看不到的 你明白吗 所以才用时间和斗争来考验 顺境看不出来 在逆境和绝境当中 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是经受不住考验的 是会马上报得出本性的 吕震同志讲得非常多 我就是个长工的儿子 肚子里头也没有几滴墨水 您呢 政治水平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各方面都比我强 以后这支部队靠您了 团长 你还没发言呢 我还需要发言吗 我看你们聊得挺投机的 再说我也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了 不是 会没开完你去哪儿啊 撒泡尿 憋着不行啊 你还没发言吗 刘主任 请坐 刘主任的话都记下来了 都记下来了 一字不拉啊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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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说我 晚安 上海的共产国际 党的地下组织 无论是政治理论水平 还是实际工作经验 我觉得都比我强 不 你怎么个意思 我怎么个意思 你这话里话里不就是想说 我这个当哥都不如他吗 对 你说对了 你各方面都不如他 我发现你越来越小心 我哪句话说你不如他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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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孩儿似的冒什么气 你有事呗 你真当年是因为什么李家出走的 我不想告诉你 我给你块糖吃 两个 两个 哥 借我十块大洋 这大洋干什么用啊 做盘缀 十块大洋做盘缀 我不想在这个家待了 我想离开这儿 是你爹妈又逼着你嫁给警察 去让他儿子了吗 那我能问问吗 你打算去哪儿 我想去上海 广州 还有武汉那样的大城市去求学 你个女孩子求什么学啊 你再好好想想吧 我以为这个家里只有你支持我 你不给就算了 我讨饭也要去 等等 十块不够用吧 我给你嘴巴二十块 我以后会还你的 我想过不了多久 钱用光了肯定就回来了 没想到有这么多年 又跑到独立团当政治处主任了 你跟我说实话 他来当政治处主任 是不是你瞒着我去要来点 对 我瞒着你飞过去把他抢回来的 我连他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要人 你瞒着眼睛说下话吗 没有就没有 急什么脸啊 心虚了 我心什么虚 是 施首长找我谈过话 蒋介石已经在调兵前将 所以我们才要时刻提醒指战员们 意识到斗争形势的严酷性 才能够激发指战员的斗志 才能够在任何困难面前 都挺得住腰杆 但其实我真心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向我们组织提出入党申请 为什么 因为一支部队的党员多了 那么这支部队的正气就多了 既然党的领党说了算 你就应该第一个入党 你文化水平比我高 你写一份入党申请它不难 对吧 好 我感谢你 不过这事你说了也不算 不得上级批准吗 上级批不批准那是上级的事 写不写那是你的事 蒋介石又先后对苏区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围剿 苏区军民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英明指挥下 仲之成城 连续分析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剿 苏区地盘进一步扩大了 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苏维埃政府 然而到了一九三三年 再次风云正变 驾 苏区云 通知各营部署官到臀部开会 是 同志们 蒋介石调动了一百万的军队 对我苏维埃根据地 进行了空前的围剿行动 而且他扬言要避其攻云一役 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在干北正式打下了 经过前几次的反围剿战役 我们独立团的兵员已经增加到六百零八名 可这一次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提出的口号是 遇敌于国门之外 团长 这遇敌于国门之外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又不是我提出的 我也没闹明白 为什么要这么打 我的理解啊 就是不让国民党军 进入我们苏维埃根据地的地界 运动战打得好好的 换什么打法呀 对啊 政委 他这么说对吗 政委 就是啊 有必要在字面意义上较真吗 有必要在军事方针上讨论吗 军事方针是上级定的 是我们定的吗 所以我认为啊 我们应该像前四次反围剿一样 坚决打赢这第五次反围剿战役 保卫苏维埃政权 保卫农民的胜利果实 这个才是我们红军最主要的任务 对吧 对对对 同志们 我来讲两句 自从党中央 从上海迁至瑞金 我们苏区的形势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组建了中华苏维埃各级政府机构 我们人民群众当家做主 苏区一片阴歌厌恶 这也更令国民党反动态感到寝食难安 枉我之心更烈 也是必然 但是这第五次反围剿战役 与之前有着很大的不同 这一次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 及全党全军和我们全苏区之力 保卫苏维埃 最令人鼓舞的是 由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 亲自担任战役指导 所以我认为 遇敌于国门之外这个口号非常有利 这个姓李德是干什么的 没听说过呀 这个李德呀 还不姓李 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原名叫奥托布劳恩 是一位毕业于苏联军事学院的专家 主任啊 这什么加不加的呢 我倒不懂啊 我就觉得把打仗啊 这哪条路哪条河 说他得摸清楚是不是 对 你说这是一个洋人 他能使咱们这儿的水星吗 你万一得 这是党中央的决策 不是我们基层部队可以讨论的 下面我想提几点要求 好了 作战命令随时都可能下达 跟您的主官 回去做好出发的准备 三位 散会 散会 不不不 李正总这儿 耍脾气 你又犯病了是吧 他又干嘛 人家话说完了吗 你就散会 不是 他是涛涛不绝的一张嘴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那你不让人家把话说完啊 说了些空话有什么用啊 怎么掉没有现在谈工作呢 没事 那是我妹妹 人家是政治处主任 那是我妹妹 我心里有数 我知道你心里都烦什么了 你知道你还在这儿滚 衣服给你洗好了 我说了吧 没事 休息啊 那我还真是白抹熄泥了 兄妹情深啊 我去撒泡尿 你们俩聊吧 你别走 憋着 怎么了 我个人下不来台我不计较了 但今天藏在你们两个心里的暗鬼 我今天必须给揪出来 我跟你一会儿去 走了 你们给我坐下 我有必要向二位好好地介绍一下 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李德同志 李德同志是我早在上海工作时候 就听说过的 他是一位对苏联红军的各种战力 都了然于心的知名军事家 你们别只陶醉在前四次 反围剿战役的胜利中 苏维埃行事 已经不是前几次 反围剿战役时的苏区了 小打小闹的游击战 已经无法适应大规模的兵团作战了 而红一方面军又没有这种大的 战地战的经验 所以李德同志作为战役的军事顾问 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 作为政委和团长 你们不能对此有丝毫的存疑 李正同志 你的态度很坚决 也很坚定 但是我怎么没听被你说什么 你别给我装了 你们两个想的什么我知道 你们是不服气李德 打住打住啊 这帽子是越扣越大了 我们几斤几两啊 充其量也是团职干部 那么大一个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就算是不服气 也輪到我们两个 你说对吧 政委 表个态 他要是敢在这件事上 和你站在一个立场上 我就向上级报告 那你去报告吧 这件事情我们俩想得真一样 人哪 水土不服就会多瘧气 道理是一样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 到中国之后不结合实际 也一样会水土不服 对吧 你这话有问题 这话不是我说的 谁说的 王主席 我觉得这话没毛病 我知道你们崇拜毛主席 我自己对毛主席也充满了崇敬 可毛主席现在是我们苏维埃的主席 马上要打仗了 作为部队指挥员 我们必须要有大局观念 服从党中央的决策 坚决执行中阁军委的命令 才能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政权 这才是我们红军 当前的最高政治任务 放心吧 黎晨同志 军令即下 我们一定服从 但是也请允许我们 有自己的想法吧 就是啊 我 反正你们两个怎么想的 我也管不了 但我希望 在行动上 你们要和党中央 以及中阁军委保持一致 没问题 那你 还想上级报告吗 我已经报告了 这是施政部 关于批准陈天佑同志入党的批复函 请政委定个时间 为他举行宣誓仪式吧 太好了 赶快吧 要不然一打仗来不及了 要不然一打仗来不及了 大街跟他 谊让我尽量了 黑暗之路 让永者无畏已赴 黑暗中摸索 苦难中负重 绝境中脱路 会有谁沉默退出 醉火成刚正常 我们堪然已赴 哪怕牺牲一切 我停身而出 这是密友之路 我们前铺候计 只为了那一天 走向往昧 醉火成刚正常 我们前铺候计 只为了那一天 走向光明 醉火成刚正常 我们开然已赴 哪怕牺牲一切 我停身而出 这是密友之路 我们前铺候计 只为了那一天 走向光明 光明 我们前铺定 不离装 我们下场 感谢观看